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0日 昨天呢 习近平到清华去视察 清华这个学生老师啊 那就是非常的高兴 这点是毫无疑问 由于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了 和毛泽东时代呢完全不同 你想毛泽东时代下去视察的话 不会有这个 旁观的人手里有手机吧 对不对 你不管是远和近 你不可能有手机拍摄 那时候要搞一台相机 那都了不得了 是不是啊 所以时代完全不同了 不仅有网络有手机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 高科技产品来传递人的信息 所以这个必须要改变什么 统治阶级必须改变统治方法 像习近平这样倒退到毛泽东时代 肯定是不行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今天刚才看到 看中国一篇文章 他讲到什么 讲到4月19号 就习近平现身清华大学之前 说学校几个小时前就开始准备了 其实不是几个小时前 我应该估计知道这个消息应该核心人物应该是一天前 对不对 你像那些这个王小红领导下的啊 特勤局这些人早就开始行动了 那么说现场去欢迎习近平的人要进行筛选案件 分这么几个等级 你看第一等级 第一等级的学生可以近距离欢迎 要高喊习总书记好家长好 学长好不是家长啊 口号都是规定的 你看见没有 要提前的排练排练好 这是一个第一等级 第一等级的人呢 必须是党员院系辅导员等等 专门选拔在西大操场迎接习近平 事前要进行训练 你看见没有 你看第二等级是什么呢 预备党员 并已经接种了两剂的这个疫苗的 经由各院系抽调 在路边加到欢迎 看见没有 他们只能看到什么大把车上的习近平 刚才讲到那些人 第一个等级的人才能近距离看到 此外 为了保障习近平的安全呢 参加活动的学生 都被要求前提前几个小时到场案件 安全检查 这个这篇文章讲说 学生们欢迎期间喊到考号要固定好的 两个总书记好 习主席好 学长好 还要喊的时候要此起彼伏 要有节奏 节奏感 你不都随便烂喊 而且呢 还有被分到学生中间的什么国旗 校旗 要一起会舞 等等 这还不算 说被选中的学生和其他的校内人远则站在校园外为迎接 这些人面前站着两排便衣维持秩序 校门外路上到处是保安和便衣 而且什么呢 学生穿的衣服要精心的这个布置啊 不能有敏感的品牌啊 等等这些东西都要解决啊 而且呢 学校的学校里面的宿舍楼房这个窗户用报纸胶带贴起来 周围不许有明火 图书馆闭馆实验室停止实验 甚至美术学院用那个刀具啊 都要这个管制起来 不能放到现场 这个习近平上午到来之前要经过的楼路楼道都要封闭 学生如果要必须经过的绕道走啊 学校的学生被关在楼里 其他学生被关在楼里 你不能随便乱窜 还有啊 周围路上的下水道井盖要被封闭 4月19号到25号期间 外卖快递全都断了 这就是习近平为了安全 大家也问了说 为什么要第一等级要是党员呢 这个必须是这个院系辅导员 因为党员他不就像个紧箍咒一样吗 入党以后你这个人就不废了 成了党的工具了 螺丝钉啊 党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因为入党以后的人基本上都很木讷 听话 因为党啊 有纪律约束 你不能暗杀我对不对 你不能搞事 他担心这个 你再看他说 为什么是辅导员 系辅导员和学校辅导员 辅导员就是进行党的宣传 给别人洗脑的 那自己肯定也是比那个 这个木讷的学生还木讷 是不是啊 是农历之工具啊 所以说放心 这些人绝对不会对我洗衣 搞什么 这个暗算的动作啊 等等 第二等级也不行 是预备党员 就是你要求进一步 像入党 你肯定就不会干坏事 是吧 另外 这个还要接种两次疫苗 那第一种肯定是都要接种疫苗 毫无疑问啊 千万不能有病毒啊 那么第三等级才是那些啊 杂七杂八 远远的望着 喊着口号的学生 老师 你就想习近平现在就什么处境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第一 习近平变了 我说怎么变了 大家想一想 2012年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 到深圳 说有个故事 轻车减从 对吧 从轴改革开放之路 那时候你想 他是真想干点事 我认为啊 这个人原本 他是刚上来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一上来就想当皇帝 他刚刚上来 真想 这个学习他爸爸 在广东搞改革开放 所以到深圳去 这个 就带了那么几部车 大街上走啊 这个窗户都不关 探头招手 他为什么 因为他刚上来的时候 他明天的时候 还没开始反腐败呢 反腐败是人家 前领导人 胡锦涛 温家宝他们干的 抓那么多人 他没得罪人 对不对 撞老好人 结果呢 等他干的时候 他知道 统治国家 就现有这个政治体制 你说怎么能统治 这种一党制 体制就抓人 因为你这套说教的 已经不能应对 现在发展的形势了 你像现在深圳的 这样讲吧 深圳亿万富豪的很多 你像在这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你说能不能再搞这个 教育录啊 雷锋这套东西 虽听 没有听的 那干部整个都腐化堕落了 就是金钱之上 威力是图 争名狗斗的 鸡斗的 什么鲁博官呢 两面人遍地都是 哪个当官不是 这边挣的钱 当官会上讲一套 那边私下小孩都送去出国 钱都转移出去了 买了房子 买了地 两面好都要占 全都几乎全有一个算一个 程度不同的两面人 连习名本人都是两面人 不两面人 他前期不都移民了 是吧 他姐姐那都不是加拿大国籍的吗 小舅澳大利亚籍 表弟是澳大利亚籍的 是吧 等等等等 哪个不是吧 你就讲一讲吧 李克强女儿不也在哈佛读书吗 对不对 他都不到北朝鲜去读书 所以已经 就是中国共产党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统治默契 他已经由过去就无产阶级 变成有产阶级 过去呢 讲忽悠老百姓那些 骗老百姓那些伎俩 已经不好用了 所以统治的办法只有什么 维持自己这个特权 那只有打压老百姓 抓 骗 抓 杀 就这几条吧 所以这个人很快就变了 威乐维护权力啊 在随着你打击政敌 安排自己的人马 得罪的人越来越多 狐派啊 是江派 都翻脸了 一翻脸以后 你想 眼睛一看 身边全都是敌人啊 他怎么不害怕 你想 现在 以前是清车简从 现在是什么呢 兼臂清野 你看现在他来了 就是奴隶大敌嘛 就拿下去 来视察 这不就像那个 就有点像战场了 那个将军下来以后 到下边的时候 到第一线 到前线去了 对面就是敌人的时候啊 那恐惧啊 生怕别人整一下呀 不知道哪个人就 这个和他俩作对 对不对 另外习近平还 推行了一套 这个 斗行逆势的政策 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啊 就是 自私人都是自私的 到他这个程度 更自私 心想 我怎么能够永远的当 毛泽东啊 你都得听我的 不想放弃权力 那只有办法 只有什么呢 和国际社会 倒着干 你国际社会是什么 走不走向民主法治了 都是过四年五年 就交出权力的和平交界了 谁也不敢作恶 不敢贪 不敢战 一旦战了以后 下去我就抓捕派行了 对不对 这个名声也没了 钱财也没了 搞不好 可能脑袋没了 所以说都不敢贪 不敢战 但是 你想习近平 这个新的权贵上来后 拉上这些人 你想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贪战 但是你得承认 不敢公布财产 就证明贪的人是多 所以他在不公布财产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你政治局一开会 不就公布了吗 讨论完后 不同意 举手 大多数人同意就完了 是吧 我相信 余政省肯定是 手里没钱 离克家没有钱 这个 那些恐怕 我刚才都有 胡宗华可能是没钱 这个 孙孙兰没钱 孙孙兰他儿子 在大连 我听说也没少整 搞房地产 在撒口的地方 也不是什么 连接官员的 等等等等 所以说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因为他们这个 多种原因 一个是政治体制 再个个人品行也不行 就是你就精神品格 没有要 胡腰棒那种 熊悔 如果是腰棒 那这个事可能就棒了 他可能就要学习 强进国了 开放党禁 报警 搞多党制 即使不是多党制 他也可能搞 共产党的两党制 共产党左 共产党右 在党内民主 也就是孙孙才准备搞的 党内民主 他在吉林部就搞了一段时间 向全国各地正招聘的 好像是六七十名 听起干部 搞了差额选举 虽然不是民主 是党内的 一点点民主 但恰在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和王岐山吓坏了 因为你要搞民主 他们这些人就完蛋了 谁学他 谁能写王岐山 谁能写习近平 习近平不论是能力 还是个人魅力 形象 你根本选不上 是不是 就国家这么大 你说不定你选票 还敢不上 波起来多呢 对 波起来能忽悠 波起来也是个政治骗子 但是 波起来的个人魅力 长得也潇洒 够大 口舵悬河 滔滔无绝 也挺有学问的 另外的比较亲美 他也是许子忘法 也是搞专制统治 但是他个人的魅力 很厉害 你得承认 每个人的不同特点 有些人都能忽悠 为什么民主 也有弱点 民主有的时候也走偏 为什么呢 民主你可能有那样人 就善于表演 就能取老百姓 就能上来 你得承认 有时候你看不上人 人能忽悠 人选票多 你就上来 那没有办法 你看川普上来以后 很多人恨他 拜登这些人不恨他 民主党 但是人上来 他的政治素人 从没当过官 一下当总统了 所以说民主有民主的弱点 民主往往就是说 办事效率太低了 但是专制呢 专制就是缺乏人权 也不好 人类发展的今天 我过去讲过 没找到好的政治制度 就白种人呢 就指挥人 领导人是很麻烦的 就人呢 369等什么人都有 一时一个想法 这个为什么我出来 2009年出来以后 到现在位置 什么公司也没建立 自己也没搞个组织 就是我头疼 我过去领导过 文汇报呢 东北办呢 六七人 七把条枪 我都很烦了 真的 一些特别一些 雇员女的在一起的时候 整天就闹矛盾 你整天 给他们判这个官司 心里是 就是 这个很麻烦 真的 人要活得 这个自在潇洒 是我人生的 穷一点不要紧 太操心了 就没有意思 我是个懒人 所以我看 习近平治理这个国家 你看 他就为了到 清华表演这一下 你看话题 都是精力和实践 刚才这个 看中国网站 这篇文章 同时 还有三个视频 我不能放 人家版权是人家的 都是推特 让人家不好 这个现场 你一看和官方 发出那个不一样 你看了以后 你就指习近平 多丢人 你想 就像个 怎么说好 在中间走那么一圈 然后人家 海那些都 全是假的 这习近平 已经变成 也变成一个工具了 被这些渔民所利用 被这个政治体制所利用 自己等若干年以后 等将来不干了 回头看 这个确实是 自己都可能惨不忍睹 真的 我为什么比较喜欢温家宝呢 你看温家宝 地震当中那些 这个洪水啊 什么来临 那是表现 不是假的 你去看 全是现场的 谁敢去 你想 那地震刚刚完呢 你别吹牛 余震还在发生的情况下 第一线就去了以后 你看人那时候 也暴露出很多缺点 但是能看出 在一瞬间 它爆发那种 就是内心的强大 撞不出来 有人说他作秀 谁要是 一生都能这样作秀 谁就是伟人 就别吹牛啊 我一生见到那种 吹牛的人躲着的 你吹牛不知道 你共产党 要给你抓到监狱出来 你再看 你再出来 你就看你讲话 能不能讲全就行 多个人 关完以后 这个人基本上就废了 你就看那个 美丽岛世界里面 有很多政治犯 出来以后 是怎么生活的 有一些 就在家里都不能生活 和太太小孩啊 就是 搞的是非常极端 为什么 你这次很大的心理 扭曲和创伤 所以别吹牛 我看有很多人 这个吹啊 就是 搞革命 包括一些搞民运的人 没经过什么风里历练 整天的表演 我不愿意看 为什么呢 你根本不够这个 就是说 从事政治的 最起码的心理素质 和形象啊 这个学识啊 人品 目过 胆识 一看 就根本都不是干这个料 就是有谋胜吧 是吧 在这里 搞点捐款啊 搞点 打点口炮 你真正要是 真的民主化以后 你要竞选 能选上吗 你就看蔡英文和 韩国瑜竞选的时候 那蔡英文的表现 那太棒了 你别催牛 是不是 那没有那个事的文化底润 你一会儿就败下阵来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从习近平访问 清华就可以看啊 他将来 就是我一直很善意的 劝告所有的人 他其实不适合你 就是现在这个角色 他干不了 像这么大一个国家 就他这个能力 能干吗 干吗 是不是 你看到这个清华校园 走这一圈 是不是 怎么说好的 是吧 从清车简从 到最后见碧青野 这个假如说 有一天 这个他的父亲 真能 要再生回来 看到以后 都会 这个很失望 真的 绝对不是他想的 他精心培养的孩子 文字欲的 受害者的 后代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真是 人生啊 真是 怎么说好的 是不是 什么也不说了 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